HELLO 大家好,我是裝修學院校長Simon 如果你在街上發現自己忘記了鎖門 又或者掉了鎖匙 又或者你想給一個一次性密碼家人入屋的話 智能鎖就大派用場了 如果一個智能電子鎖 有齊指紋、拍卡、密碼、三大開鎖功能 你覺得要多少錢呢? 五千元?三千元? 如果說一千元都可以做到你信不信呢? 今天我們就介紹這個M2K智能電子產品 Switchboard Lock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便宜呢? 就是因為它用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令到我們的傳統鎖搖身一面 變成一個智能鎖 這部就是它的主機 只要貼在牆身上 吸進你原本用的大門輔助鎖上 它轉動這個開關 就等於轉動你傳統輔助鎖的開關 我們買一個智能鎖最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App很難用很難設置 那Switchboard Lock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現在我就會示範 如何在一分鐘之內 完成所有的配合和設置 首先我們下載了它的App 叫做Switchboard 按開它之後 然後按加好 它藍牙就會幫我們找到鎖 按開鎖之後 按下一步 連結到鎖 按下一步 然後它讓我們確保這個已經裝好了 然後叫我們人手開開它 然後叫我們打開它 然後再人手關掉它 然後就測試了 它已經成功學會了怎樣關開鎖 完成了 設置完成了 下一步我們就是設置那個密碼了 智能指紋鍵盤 設置這個密碼呢 我們就按這兩個按鈕 斬斬 下一步 好 接著叫我們Test 按回去那個 935311 Test Code OK 接著我們按加好 就可以設置一個永久或者一次性的密碼 設置密碼的時候 譬如111111 按完之後下一步完成 這樣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就設置指紋了 指紋鎖一個加好 Permanent 一個永久的指紋 開始 拍一次 拍兩次 拍三次 拍四次 又完成了 那我用指紋呢 都放下去 又開到鎖了 就是這麼簡單了 密碼指紋示範了 將卡都是這樣設定的 那我就不示範了 這個Switchboard智能鎖 功能和外面主流的智能鎖 一樣可以 設置又更方便 買的時候已經省了七成錢了 一裝一拆又可以自己搞定 搬屋的時候 整個檸檬出來 用它的後備貼紙 安裝到新屋裡 又省了一筆 你說是不是很棒 覺得很棒的話 就留言和分享給你的家人朋友 今天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